平東民生路上 在最近出現的一名男子 疑似行動不便 坐在地上行起 一名國中女學生看見了 好心上錢給了500元 還有一個包子 但沒有想到 這個男子直接站起來 走路離開 讓女學生相當的受傷 而畫面曝光之後 引發了討論 很多問號都說 這個男子行起只會收現金 像是愛心便當 還有飲料 都會被他隨手丟起 國中女學生似乎才剛下課 看見坐在地上身穿白衣 男子疑似行動不便 急忙上前彎下腰 給錢給食物 眼看好是一樁 但這一切竟然都是假 才沒多久時間 結果男子竟然就能起身 走路離開 而且除了錢 其餘的通通丟掉 這一幕也讓充滿愛心的 女同學超受傷 這沒什麼好哭的 我們也不用去覺得說 他是假的你被他騙了 不斷安慰不斷開導 原本的好意卻感覺被利用 小小心靈怎麼能不崩潰 25號晚上8點多 屏東民生路上出現一名男子 在地上靠著手腳走路 醒起 而女同學先是上錢給包子 隨後又掏了一張500元 沒想到真心換來的 竟是絕情 這樣太傷害小朋友的 小小心靈 愛心都被人家利用了 不誇演技 民眾目擊都覺得扯 畫面在網路曝光 引發在地人討論 也說證明男子騙取同情心的行為 早就不是低迴 就這附近 就很早啊 也會在廣東路那 除了錢 愛心食品通通丟掉 這行為也傳出在屏東各地 不斷上演 警方也已經介入調查 假如民眾而後 再有遇到相關的情勢的話 可以依社會秩序維護法 處以發患 身體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方便 還是利用民眾愛心畫面會說話 如今事情已經鬧上警局 就怕呼籲民眾 別再輕易受騙 記得說說影片報導